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第二集的開始剪接 開始剪接之前呢,你必須要新增一個Projects 這個Projects有點像是時間走意思 然後如果說對應到PR的話呢 就像是PR的sequence那個序列意思 那我們就先新增一個Projects 你可以點這裡New Projects 你也可以選擇在這裡 然後右鍵New Projects 好,那我們可以先命名 這個時間走名稱你可以選擇 中國老總 好,然後 它就會存在這個In Event,就是存在哪個事件呢 就是我們的時間這個2021 8月24號 然後這裡有一個格式 這邊你也可以選擇Custom 然後去選擇你的解析度 然後還有你的Frame Rate 這些東西呢最好都是匹配你的影片是最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影片是多少的 參數 我們可以按一下這個 這是我的主要的 就叫做Acam的攝影機啊 這些就是Acam 然後這些都是Bcam的攝影機 所以我們主要就會先拿Acam的畫面來做那個時間走的設定 因為它會是最大量出現在影片當中的畫面 所以你可以按下右鍵 然後選擇這個Review in Finder 就是在資料夾中顯示 按一下 它就會跑到 資料庫裡面的Original Media 然後跑出這裡 你可以按下右鍵 然後取得資訊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資訊是什麼 哇 這也沒寫 奇怪它的DataMeta好少 好,沒關係,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點下這個 然後到這裡也可以 這個應該是寫最詳細了 到這裡有一個這個資訊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 這裡就寫了3840x2160 23.98 好,我們就照這個設定就行了 新增 中國老總 設定 3840x2160 然後23.98不用用了 然後 這個也不用了,因為在下面是那個360度的東西 這是VR 然後 這裡有一個Rendering 這個Rendering就是 Optimize的時候會很好用 因為你如果說 你這裡可以去更改 然後 你可以選擇 4444 或者是4444 XQ 那因為A7S2這個HD264的檔案呢 它其實對應的 品質其實就給他 Adobe的ProRes 12就好 不用到這麼搞 你也可以用42HQ也行 那今天假設你是用Ari的攝影機拍的啊 你可能是用 Ari RAW 去做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匯到你的 Final Card裡面 然後選擇 Optimize的檔案 它就會自動 你就可以選這個 ProRes444 它就會幫你自動聲稱 1444的檔案 然後讓你的 Final Card比較好簡潔 因為我第一集就有講過 ProRes跟 其他的 檔名的分別了 所以這個就 你可能要往第一集去看 或者是 再去網路上搜尋相關的資料 那我這邊一樣維持在 Apple ProRes 12就好 好然後這個色彩空間呢 通常就是Rack 709 這個我也之後再解釋 然後 聲音呢 就是立體聲 然後取樣頻率48 就行 然後OK 它這裡就會跑出一個project 然後這就是我的名字 中國老總 好按一下 我一直流鼻涕 我一直流鼻涕 好接下來呢 我可以先 隨便拉一段下來 拉到這 你可以直接用拓拉方式 放到這裡來 可能會發現這邊有點大 你可以選擇這邊 然後按下Fits 它就會是 符合它的 大小 或者是你可以按一下 Command 然後加上 加或減號 減 然後加 加 好那就這樣 剛剛好 然後這邊你可以 就是直接用 滑鼠移動方式的 它就會去 即時的預覽 這也是Final Card 10的 好處 然後你也可以按一下S 它就沒辦法 開啟這樣 就是看你 你也可以選擇 按這樣子拖拉 你也可以選擇按下S 然後讓它去 這樣子 很順滑 去預覽 S它對應的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術語就叫 Skeeming 好 然後我們先把它關掉 然後這個是 Skeeming的時候 會不會播出聲音來 因為我這個影片其實是我的聲音 只是它有點小聲 你可以選擇 打開Skeeming 然後還有打開你的聲音 你去滑動的時候呢 就會把它的聲音播出來 一定有一個細細的雜音 那如果說我把這個關掉之後呢 你這樣滑動它單純就只是會顯示它的畫面而已 好然後這個 Solo Solo快捷鍵我沒記錯的話 是AUTO加S 它就會只撥到這一段的聲音 然後後面就會沒聲音了 所以這就是有時候可以用在 今天你有 很多畫面很多影片 但是你想要單獨的只聽到這個影片的聲音 或是聽到這個音效的聲音的時候呢 你可以按一下AUTO加S AUTO加S 它就會只有播放它這一段的聲音 然後這裡呢 這也是很好用 也是Final Cut的優點之一 Snapping 就是類似磁吸工具的東西 你可以按下N 就可以把它開啟 再按下N就把它關閉 好 你可以把它先開啟 今天當你從 上面拖拉一個檔案下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吸附上去 然後或者是 今天你要做剪輯的時候 你可能是按一下 在這裡剪輯段好 我先按B 切掉 然後將你在滑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 就是會 吸附過來 但你今天如果沒有按N的話呢 它就會沒辦法吸附過去 然後你如果今天按這個時候 你看喔 你希望這整個影片長度到這個時間走而已 那你 你如果在沒有磁吸工具的情況下 你就得自己去預測 然後 它可能還是有幾針的差別 雖然說不大 但是就是 影響還是會很大 它就沒辦法自動吸附上去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N 然後它就會自動的 吸過來 所以我會建議 可以開啟 但是就是在某些 你需要用很精簡的剪輯的時候 精準的剪輯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不要開啟磁吸工具 然後去 稍微的修飾它 因為有時候磁吸工具 反而會變成你一個 創作上的一個障礙 這就之後 慢慢的會去體會 這一排工具我都講完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這個預覽 時間走的預覽方式 你可以放大 縮小 然後這個也有快捷鍵就是 comment加 加加號 加減號 也可以放大縮小 然後你今天如果想要讓影片 就是上下的 寬再寬一點的話 你可以按住shift 然後再加comment 再加上加號減號 然後 它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小 這都是快捷鍵 你也可以從這裡去設定 都行 就是這個 還有這個 對 然後這個則是你的預覽方式 這個也是看你到時候如果時間軌到非常龐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這裡 更改你的預覽方式 這樣子會讓你 剪輯更得心應手 好 我用成 預設就是帶有 聲音 然後畫面 然後還有 檔名的 這個就好 先關掉 放大一些 這是要教大家 這個地方 這裡有很多的工具組 這些我都建議你把快捷鍵全部背起來 好我先介紹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選取工具 這就是最好 最好用的 就是你要選取東西的時候呢 最簡單 你就是按下A 好 那今天第二個 這個Trim 也是 在 之後你初剪的時候很好用的東西 好你現在按下T 不會增加整個時間軸長度的情況下 然後 就是可以去做這個 很精準的 剪接 然後你可以再配合 上面這個畫面 上面這個畫面分別顯示的就是頭跟尾巴 左邊是頭 右邊是尾 就是對應在這個影片片段的頭跟尾 這樣 就是他的開始跟結束 這很好用 就是 也要記起來 然後這裡有個P position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 也是很好用的工具 你按下P 你的 鼠標會變成這樣子 這時候呢 你可以隨意的去移動你的片段 這很好用 然後 今天假設你沒有用到 P的時候 你 畫面會長這樣 你看你隨便移動你的片段他都會被吸回去 所以當你要用 就是一些特殊的情況下 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記得按用Position的方式 然後去更改你的影片的位置 然後comment加Z就是復原 這就很簡單 不管在哪個軟體都適用 在接下來就是很重要就是剪接刀片 B就是刀片 他就可以這樣切 你更懶惰的話 你想要連滑鼠都不按 你可以停到這 然後直接按下comment加加B 他就可以自動把它切開 一次切開全部 有三個方法 一個是按B 一個一個按 另外就是 用B然後一個一個點 然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comment加B 一個一個按 好這邊呢 有一個更快的方法就是 Shift加comment加B 他就會整個一起剪 你今天這邊有100個片段他都一樣 就是100個全部都幫你下好刀 好然後手型工具 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今天你的時間軌當 多到非常多的時候 你就按下去 然後這樣子去拖拉 很好用 這些工具都要記起來 就可以讓你在剪接的時候呢 可以更 自由 我忘記他成語叫什麼 是什麼 什麼 預先 什麼必先利其器 欸我看一下 看一下 等一下 預先 利其器 這個 我看一下 喔 公益善騎士 必先利其器 你今天想要剪一部很好的影片 那你就是 得先將這個軟體 學到一個經手 你這樣之後你就可以 創作就可以更加隨行所欲 接下來換介紹就是 精準剪接 精準剪接就是 更細條的東西 前面這些 講東西就是 可能你初剪的時候會很好用 然後可是 之後啊因為你剪輯的畫面 不是只有你單單這樣子去做 什麼中景遠景近景的 穿插排列而已 有些畫面則是在這 這麼一秒然後前後幾幀 都可以去影響到整個觀眾的情緒 也許就是在這演員他在這幾幀內他的眼神的變化 他的嘴巴變化 或者是背景的 東西物件的移動啊 然後導致前後看起來有點 怪怪的話 都可以使用這個東西 很精準的去說 控制你的 這個影片的結尾 跟這個影片的開頭 如何怎樣接會是順 好然後如果要取消這個 畫面的話呢 就是再按一下這個就可以了 對然後講到這裡我都沒有存檔過 對不對 你如果今天在PR 你電腦如果突然當機 你沒有存檔 要等於說 你整個畫 你整個工程就沒了 除非你有在 一個小時前存檔 但是等於說你這一個小時內的努力 你還是會白費 所以說在Final Cut 他覺得一個優點就是 他是自動存檔 他會一直幫你存檔 所以你是不用按存檔這個按鈕 他存檔的畫面都會存在這裡 Final Cut Begas 這裡 然後找一下 這個 他都會存在這裡 就是可能 2點32 然後3點7分 然後3點22 所以這樣你也可以去找到你之前的 存檔備份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然後你想要調整你的 備份位置啊 你可以點選一下你的Library 然後這裡有一個 Storage Location Modify Setting 這個 修改設定 按一下之後呢 他這裡就會有這些選項 Media 通常都是選擇 InLibrary 就是預設就好 然後Motion Content 也是 Catch 這個則是 可以的話 讓他分出去 因為 快取就是當你影片 你今天在預覽的時候呢 你如果預覽越多次 他就會先自動幫你把這一段 就先儲存下來 只要你之後在預覽的時候 他就可以快速的預覽 就有點像是他先幫你渲染好 那希望這個快取 可以放到另外硬碟 這樣就不會在播放的時候 跟這個硬碟打架 簡單來講就是讓更多人 更多硬碟進來做事 就是可以讓你整個工作流更順暢 所以這個catch就是 如果說另外的意思就要buffer 就是 緩衝的意思 你可以按下這個 然後選擇Choose 然後 我這邊就有自己額外去買一顆硬碟 就是為了要做快取 就可以存到這 然後Baguard也是 Baguard你也可以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目前啊 你的Final Cut Pro他的整個資源庫 他是會預設是在你的這個 電腦的硬碟內的 所以說我目前的設置的話是 資源庫會放在整個的電腦硬碟內 但是我的快取 我則會放在 另一個獨立的 快取的硬碟裡面 然後我的這個Baguard 你也可以放在快取 然後或者是再 分到第三個 資料夾 放在這個地方 也行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電腦 如果說今天哪一天 如果真的出了大事的話 你的備份都還會在 因為你有另外一些存檔 你是放在 其他的 硬碟上面 這樣子之後 你要打開檔案的時候你就去另外一個硬碟 然後打開那個檔案 然後你再重新把你之前那些媒體再連接上來 將又是一個 很像沒發生過的事情一樣 這很重要 就是 你有越多硬碟是越好的 所以說 正列這些東西硬碟 這又是另外一個學問了 這之後如果 我有時間的話 我再分享一下 我的整個配置是怎樣 那接下來講完精準簡介了 接下來我就要介紹的是 這四個東西 這四個東西看起來你用這樣圖的話你可能會覺得有點難懂 但是你直去想 上面這個東西呢 就是檔案 然後下面呢 就是這裡的檔案 然後這些工具 他分別對應的就是 Q W E D 就是你整個鍵盤上就是 QWE 然後D在下面一排 就是蠻 直覺的 這個也很好用 就是在你要粗簡的時候也是會 達到相當大的幫助 一般來說這個時間軸叫做主要時間軸 然後上面 這個黑色部分以外的時間軸叫做第二時間軸 就是Second Tie-Line 你可能會有主畫面就是這些嘛 啊有時候你出去拍攝你會有另外一個Bcam的攝影機 或是你會自己去抓一些BRAW 你就可以把那些畫面放在你的Second Tie-Line 像是我的GoPro就是BRAW了嘛 我這邊來教大家如何 部分選取 因為這個一段影片非常長 那你可以現在在上面預覽 我想要從這裡開始 然後按一下i 然後這邊 一直到這我按一下 再按一下o 它就會一直選取這一段 你可以用拖拉的方式放下來 你也可以直接按一下 Q 它就會 吸附到這上面來 就是像是這個圖標所顯示 然後你今天如果是想要直接硬深深的插入進來 這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按一下w看看 它就會直接把影片結合到這裡面來 然後 並把原本的這影片直接分成兩半 好那你也可以按下這個 1它就會直接放在你的時間軸後面 它就一直往後跌 往後跌往後跌 好那今天d是什麼呢 因為你的時間總長度就是這樣嘛 你今天如果是按下w的話 你的時間是會增長的 就是你看它原本在這 然後往後移到這 你今天如果按下d 你的總時間長度不會變 那它就是硬深深的插入到這裡面來 所以這四個工具都有它的 功用 就是取決於你初剪的時候你如何去 做更細微的 畫面的調整 你先學會這東西然後你之後開剪接你就會慢慢知道這四個東西 好用的地方在哪 好那我這邊還有一個小技巧可以教就是 有時候你可能會希望你的 影片的片段尾巴可以減少個三四成左右 那你可以按一下 這個地方 然後選擇 你鍵盤上面的注音A跟O的那個地方 那邊有一個左右 就是一個是小魚 然後一個是大魚的那個符號 如果說你想要減少 尾巴的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按一下A的這一個 1234 你覺得它會慢慢的減少 那同理你如果想要增長 片尾的長度 再增長個5針的話 那你一樣就是按O的那一個按鈕 就是1234 5 我覺得這非常的好用 總將你就不用用滑鼠 然後你又要把時間線放到最大 然後去看說一格一格一格這樣子像 好那這個時候呢還有另外一個小技巧可以教就是 你今天假設想要把這個片段 你想要刪除 這裡的所有的片段 就是 這根時間軸後面的東西你都不要 那有兩種方法嘛 第一個方法就是按下B 然後 然後 裁切完之後 然後再按一下A開啟選擇工具 再按一下片段 然後再刪除 那這邊就有四五個步驟嘛 非常麻煩 那這邊還有更快方法 這是 把你 時間軸停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後這個時候按一下 Option 然後再配合 括號的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英文P 的右邊那兩個 對應的就是 左邊括號跟右邊括號嘛 那今天假設你想要把 時間軸後面的東西 就是它的右邊的東西全部刪除 那你就會選擇右邊的那一刻 好那就是一樣 Option 然後再加上 右邊那一刻 它就會自動把那後面的東西全部給 剪掉 那這個時候呢 我先按一下 Command加Z 復原 我這個時候 我想要刪除的是 時間軸左邊那些東西 那一樣 我就是按下Option 然後再加上 左邊那一個 就可以把它全部移除了 那這個方法呢 我也是覺得非常好用 就是在你初剪的時候 你想要把一些 可能是 到前面在場記打版的那些畫面給刪除 或是要把 導演喊咖之後後面的東西都刪除 那我覺得這個快捷鍵就非常的好用 好那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播放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播放都會按下 空白鍵嘛 好那這個時候其實還有更快的方法 你可以按一下 JKL 這三個東西 J則是 倒轉 好那按K就是暫停了 好那L 就是正常速度 好K 就暫停 那這個時候呢你如果想要的是 快速倒轉 那一樣 J按兩下 好K暫停 那我很強力會建議說用這三個按鍵來代替播放的 則是因為 你如果今天是要減一個一兩個小時的實況精華好了 那這個時候你勢必得用快速的方法去閱讀 就是按一下我們的L 按兩下 這樣子就會比你只有單純用 正常速度來播放 還要來的有效率多 對 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好接下來我要教的是第2時間軸 就是 產生另外一個時間軸在這個的上面 好今天假設我有三個故事線要進行 這個就是一個故事線 然後第2個故事線 第3個故事線 那我今天要有一個第2個故事線就是 類似平行簡介方式 把另外一個時間的東西放到這裡來 那我先假設 這個片段就是另外一個時間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 我先把它拉到最長 然後再加了幾個東西下來 差不多長這樣 這個就是第2時間軸 同一個時間另外一個地方所發生的事 然後這個就是 另一個也是另外一個地方 但我想要讓他們兩個人有交叉融合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可以直接在這 先把第2個地方的東西先放到這上面來 然後按一下 comment加g 他就會自己再形成一個 這個時間軸 這個好處就是他可以做一些些連動 然後他會有 一個東西 吸附到 你看這裡有一個 一根東西會吸附到這一段 他就會跟著這一段走 這也是看你之後的需求啦 這個好處還有 他有幾個 就是你今天可以直接這樣 然後一直加進來 他也可以開啟磁吸的工具 然後慢慢疊上來 這個就是 會跟在第1個時間軸真的很像 因為第1個時間軸你也是一樣 他會自動吸附 然後你今天如果說 砍了某些畫面 他會自己再吸上去 那你假設今天你沒有在 comment G然後創建一個 second timeline的話 你會長這樣 你就會變成這樣 好 我吸上來 好 我都放下來了對不對 那我今天如果把這個砍掉 按一下 他這個地方就直接空掉了 所以就是 各有他的用處啦 你就要想一下如果說之後遇到一些 某個 狀況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抉擇 你該用comment家居 然後創建一個 Story timeline 還是 就是很單純的 就這樣子拼拼貼貼 都可以 接下來還有一個 很煩人的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我之前都 不知道怎樣解決 就是這個 這一根東西 有時候我就只是想要移動這個片段的時候 這個東西都會一直跟著我走 就很討厭 然後你又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你往前移了 可是這樣你的整個 時間又變了 所以後來我找這個方法就是一個快捷鍵就是 Option加上comment 你先點選下面這個 然後再點選上面這個 他就自動接上來 這樣你就可以移動後面的檔案了 他就不會跟著你走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用的快捷鍵就是 Option 然後再加上comment 然後創建一個這個 吸附的這個 這一根小東西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要叫什麼 好接下來呢 我要教你們另外一個就是 複合片段 他有點像是合成的時候可以用到 那我這邊先簡單的 示範一下 今天假設好 這兩個片段你想要讓他們是合成 變成同一個片段 就是中間這也不要有一個 有一個斷點 那你可以按一下這個 然後按一下 Option 然後再加上G 那這裡就會有一個 Compound Clip 就可以按一下OK 他就會直接變成一個片段 好你看你這樣加了一個特效之後呢 他整個就會是變紅色的 這也是一個使用方法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使用方法就是 讓他們兩個人變成一個單獨 獨立的東西 你可以選擇到這裡來 然後去做更改 像是你可以加上 一些字卡好了 嗯這個 這是什麼 好 然後我們回到前面 這樣就可以很簡潔 就是你可以不用把這個文字的字卡 一直抵到這 然後導致這裡就非常的雜亂 你可以直接把它藏在裡面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看我假如再複製一個 這兩個都是中國老種Clip 對不對 你今天當你只有修改其中一個 裡面的字 那它變成 變成 越來越好玩 好 這時候它後面的片段也會被改成 越來越好玩 就是你只有改前面呢 它後面也會一起改 所以這就是複合片段的功用 就是在合成啊 或者是什麼時候 它會有點省時間 然後很有效率 然後或者是可以讓你 變得更加的整齊 乾淨 這個就看你們以後什麼時候會用到 好那我下面的下一個呢 這個則是 類似你在婚禮的投影片的時候可能可以用到 假設我這邊有好幾個影片 好但你希望每一段影片都只有五分 都只有五秒鐘而已 你可以全選 然後按一下這裡 點兩下 然後這個是小時 分鐘 秒數 幾幀 所以它現在是五幀 就是 五張照片 這樣子會很短 我想要的是五秒 所以你再加幾個零 你看五 零 零 它就會是五分 對全部片段都變五秒鐘 按一下 全部變五秒鐘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用法就是 今天當你想要有一些像 有些嘻哈的MV會很喜歡用那種快速閃爍畫面 然後它每一針閃爍其實都是有一個頻率在 那你今天 假設這麼亂的情況下 你希望讓他們以 三格 的方式去呈現 每一個片段都只呈現三格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用到這個 好 等一下它就會播很快 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是 它的功用沒有那麼多地方有 但是 它還是很好用 因為你這樣就不用一個一個慢慢拖 然後 讓它變成三針三針三針 對就是有它的用處 下一個就是 很好用的東西就是 我常常就是 我剪輯的時候其實都會先大概出剪好 然後 我就會第二部可能就是上特效 然後上調色 或者是有些 畫面上的污點啊 需要去修除 可能這地方後面有這三根雨傘 有點醜 那我可能就可以按下N 然後再按下N 它這裡就會幫我打一個媽點 然後我可能就可以寫說 後面的 把雨傘拿掉 它有很多種用法 一個是你單純的媽點 就是單純的 只是一個紀錄 那另外用法就是 未完成 就是有點像是 To do list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 完成的意思 所以就是讓它變橘色 我可能今天就是 工作只到這 然後這些 橘色點 就是我明天起床 我要去做修改 那我明天 假設我今天已經起床了 我要來改東西 喔好我看到這裡 把雨傘拿掉喔 我把雨傘拿掉之後呢 我特效做好 按下Complete 它就會變綠色 這很好用 老闆可能要你 一次修改30個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先把這30個 記錄點都先打上去 然後要改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index 這個地方就很好用 你看這裡index 然後text 把雨傘拿掉 就是你的媽點 就是屬於text的範圍 然後我剛介紹的是橘色點點 那藍色點點我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還有一個情況下就是 我今天要對同步的時候 假設你這一段是音樂好了 呃對白 然後這一段是 是畫面 因為在劇組拍攝通常 劇情片拍攝都會是把 聲音跟畫面是分開錄的 假設你下面是聲音上面是畫面 那這個時候你也可以透過這 用媽點方法去通步坑 這個地方我是想 越來越好玩 玩就剛好停在這個地方 你就會按一下n 打一下點 但是在你的影像上呢 對嘴的地方 它是越來越好玩 它是到這個地方才唱完完 那你可以按下n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讓它們兩個人對齊 這樣就可以讓它們嘴巴合上 這個也是藍色點點的好處 就在這 我小色我現在都已經剪接好了 接下來就是上字幕 上字幕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你可以 有兩種上法 一個是到這裡 Titles 然後我通常都是用 Basic Titles 這個 通常都是用這個 好 這就很簡單 我就不用解釋太多 按一下 然後這裡可以改字 然後這裡可以改它的 字體 然後它的大小 然後它的 對齊方式 這個你會握得通常都會這些 然後還有 上下的 對齊 然後還有 Lightspace 就是它的航距 然後它的 Tracking就是它的 間距 然後Baseline也是 那個一個字的上下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讓它全部大寫 Position啊 Rotation 但我通常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它沒辦法打關鍵針 它沒有關鍵針可以按 關鍵針我之後會再教你們 關鍵針得要到這裡來 這裡才有關鍵針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裡做一些小動畫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到Edit 然後 Caption 然後這裡有 Add Caption 這裡就可以上字幕 它就是SRT 或者是各種 格式都有 另外一個小技巧就是 你可以先對好 講話 你自先不要改 你可以先對好它講話 然後你就是這個 好在拖拉下一個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是用Cmd加Cmd加B 這很慢 你可以按一下Auto 然後拉住 抓住它 再抓一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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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 對齊好它們的嘴型之後呢 你再去一一一個 把字改掉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 這個不是嵌入式的字體 這個是你打完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 不要讓它 跟影片一起同時輸出 而是單獨讓它輸出一個 SRT 或者是什麼的檔案 然後在一些字幕的協作軟體啊 它也可以產生一些 SRT的檔案 你就看 如果說你覺得Final Cut做字幕很慢 那你可以去用什麼Arctime 或者是那些 上字幕的程式 然後你上完之後再把SRT匯入 都是方法 這個網路上再找一下 好那我剪接的東西就交到這 下一堂課呢我會交聲音的部分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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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說明 說明 說明